網路使用內這個地方 我有提供一個中文化版本 其實他如果有新版本都可以再去下載 那你用這個也好用這個都沒關係點兩下 好他會有一個這樣子 有沒有 這裡 這個就是有中文化的那原本他的版本是沒有只有簡體的啦 所以應該還好 那您如果要去 救援的話 就按這個 那第一次按的時候他因為要連到遠端 所以他會產生一個所謂的密碼 密碼那 如果您有那個什麼防火牆 您會遇到他會有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畫面 這裡有介紹 如果您在 您的電腦裡面有安裝Windows內建防火牆他問你要不要解除安裝 解除封鎖 解除掉他才能夠取得 那 這樣子您有發現我已經取得那個密碼了嗎 通關密語已經取得了 那這個的話你每次連都會不一樣 所以說你不用擔心說別人知道這個下次再進來 因為軟體每次執行取得的號碼都不同 所以你一定要告訴人家這個他才有辦法連進來 好那 現在呢 如果你要連到別人那邊就點一下 在這裡打入這個號碼就好了 那我想 請您跟左右鄰居 您先商量一下看哪一個要被救哪一個要救人 可以試看看我把畫面先還給您 這個號碼會有一個DASH 就是會有這個一橫 那個也要打 好那你連過去他預設會稍微等一下 5秒鐘 5秒鐘 那這樣就會連過去 好那我現在要連到老師這一邊來 好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操作了有沒有 好我可以把他視窗稍微縮小一下 欸 對不對 還有人在操作 哈哈哈還有人在控制 哈哈哈 那個 如果多個人滑鼠就要注意一下滑鼠好像一隻而已 哈哈哈 所以如果你有在動我 那這樣大家就會打架 還有一個要注意一下 好因為這並不是遠端操作嘛 所以說你 在動的時候要稍微不要那麼快 好有時候你太快可能 那個 我就不知道 有時候那個 畫面更新比較慢可能就看不到 好就看不到 所以說 您可以發現說這樣就有個好處 好我可以 很方便的不管是你要 救援或被救 那麼 至少在溝通事情上會 比較簡潔比較省電話費 哈哈哈 哈哈 這樣也看得言之有誤嘛 你知道他的錯誤在哪裡 那這個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減少碳足跡啊 哈哈哈 不然我們常常有問題 欸我跟你約一個地點 有沒有 然後再 驅車前往 然後再打開電腦 這樣不是很慢嗎 好所以 這樣就快很多 這樣 能夠解決事情 也比較快 那麼 這裡有一個 我跟各位老師分享一下 預設的話 您只要被聯絡的那一端 就被救援那一端 你會發現他的桌面就變成單色的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樣檔案傳輸的時間會比較少嘛 因為你如果桌面有色照片 那第二個 他用的桌面其實只有多少 256個顏色 所以你有發現 抱歉抱歉 廣播還沒切過來 好 我看一下 好 只有256個顏色 所以說你有發現 看起來好像比較醜 那如果說老師 您 真的要看比較清楚的 其實可以到這邊來改變一下 點一下他齁 連線的 有沒有發現他是用 所謂的 8bit的color 2的8次方就256嘛 如果今天您希望用 比較全彩的下面這個勾起來 可是相對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您可能要自己斟酌一下 如果說你是要看照片 那當然可能要比較清楚的 那如果只是一般的操作 我們還是比較建議用 256色就好 避免說這個檔案傳輸變比較慢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按一下 這個地方按一下就有 好 所以 這樣子呢 我們在跟對方溝通的時候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現在跟你這樣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對方需要檔案 有可能喔 對不對 對有也許他 比如說像我們 我們介紹很多綠色軟體 你發現他跟你說 我剛剛不小心把那個檔案刪掉了 那你是不是需要軟體 如果你可以 連到我的部落格 也可以下載 但是這樣比較慢 所以我們可以把檔案直接送給他就好了 那怎麼送呢 來看這裡 這裡 這裡 不是這個 有沒有 Transfer file 傳輸檔案 點一下 這樣子 請看一下 這是你自己 這是對方的 所以你就可以 看你的檔案在哪裡 然後呢 傳到對方那邊去 好 比如說我在我的桌面上 桌面的話 放的位置是在這裡 西草裡面 Document Setting 有一個 有一個 我現在用的應該是 是User嘛 好User 就這個是他的帳號 所以 你要看你的帳號是誰 有沒有一個桌面 你看我這邊 呃 教師演習綠色軟體 好那我就看 我要送到哪裡去 比如說我送到對方的D詞碟好了 D詞碟這裡 D詞碟好點進來 好進來了有沒有對方的東西就找找到好那 這樣子可不可以傳 要注意一下 他沒有辦法傳整個目錄喔 所以如果你要傳的話最好是把那目錄壓成一個 壓縮檔到那邊再解開就好了 好所以但是如果你是帶一個檔案比如說你看我的 這個我們剛的那個叫什麼輔助工具類 好 我想要傳給他那個檔案救援的 就這個檔案就好了 我就按 傳過去 他就開始傳了 所以不僅你可以 幫他操作幫他看檔案還是可以傳給他 好那待我傳過去之後呢 我在他這邊就打開檔案總管 你就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在那裡 好我們在這邊點開他 好嗎 現在比較慢了 其實我們因為我們是內部這樣用如果你是在外面這樣傳的話就會比較快 因為事實上他這個 傳輸的過程有加密 有加密所以說 如果你是在區域網路這樣兩台對傳的 會比較慢 可是如果你真正是透過網際網路比如說 你一個在家一個在學校 這樣速度就會快很多 這樣速度會快很多 那 我想 大致上是像這樣我就先把畫面還給您 那